大家好 这里是聊聊吧 今天来看一下下水第一天的大河澡虾 有没有看到在吃东西 那个就是 利螺 我有一颗利螺挂掉 在昨天的时候挂掉 那其实我利螺有三颗 那一颗这颗已经接近 四个月 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其实利螺的寿命 长的时候可以到两三年三四年 那有时候 买回来的时候比较虚弱个体可能 撑不久就挂掉了 那这颗其实已经算稳定的状况下 不过前几天就看它缩起来了 整个就缩起来了 那它就挂掉了 那现在呢 大河澡虾就是把它清除掉的状况下 其实大河澡虾是那种杂食性的虾类 虾类其实都是杂食性的 能吃肉它绝对不会吃素 所以如果你有试一下掉下去 它优先的会去找那个 肉食性的东西为主 那当然 你看这几只现在都围绕在这附近 因为这附近就是现在目前有那个 卤可以吃 所以它的那个状况都是价值 那等它吃完之后 它就会去找其他的水草上面的藻类吃 目前你看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坨藻类 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是期待它把那一坨藻类干掉了 那那一坨藻类是 大概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出现的 那 我在看 它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其实好像被压抑的蛮厉害的 就是完全也没有长大的样子 然后现在目前把 大河澡虾放下去以后呢 它现在就是强力的清除那一个藻 清除那一个藻类中 可以看它在那个前金草那边 那我过两天可以再看看它 现在处理的状况 只是我目前我发现我的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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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 这叫圣甲虫 越爬越厉害 它现在在侧移中 有可能是因为我光线强的关系 它目前 被压抑在前面的时候 它就是开始走沉的侧移 因为发现它已经长到前金草这边来了 变成说 整片前金草现在已经有一半都是它的存在了 其实我还蛮喜欢它的叶型 正假的从在 在水下叶的时候 这个叶型我还蛮喜欢的 那它长的速度不算太快 不算太快的时候 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快去清理 这个也是唯一的好处之一 OK 那所以呢 你看它现在是已经快清完了 这个大概明天 这一颗 这一颗那个利螺就被吃光光了 那 但是我壳已经拿起来了 因为它 它会先 利螺在水里头 久了以后 久了以后 因为它没办法升值嘛 它是还是那种淡海水交界的一种物种 然后它就会 你会发现它那个裸体会缩起来 缩起来以后呢 它就会开始往下掉 等它掉下来的时候就表示它死掉了 那还蛮容易出现的 不过 理论上如果你水质好一些些的话 它可以撑比较久 因为毕竟 它是一种没有办法做 繁殖的一种螺类 它繁殖是要跟大河澡虾很类似 大河澡虾也是在淡海水交界处 那利螺类也是在淡海水交界处 其实它就是一种 需要 它的 它的幼苗的孵化需要盐分的这种东西 如果你没有盐分的时候 它幼苗基本上是不孵化的 当然大河澡虾也是 你可以看它那个跟黑壳虾的体型差多少 上面有一只黑壳虾 那一只大河澡虾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种物种 但是呢 当它如果没食物吃的时候 它就去剋你的水槽 所以在 饲养上的时候 注意 还是要注意一下 虽然 有听过它抓鱼的想法 但是 很少 很少 通常它会抓的抓的到鱼 大部分是那只鱼 应该已经很虚弱了 或已经很 不健康的状况下 才会出现这个状况 不然大部分你可以看那个大河澡虾 其实它就是会在下面找 藻类吃 目前在 很强力的吃前面那个藻类 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那希望过两天那个藻类就自终消失 这一 那一坨是我目前看到的比较大坨的藻类 其他都 看起来的状况都还好 因为其实在我的水槽缸里面的营养源 其实 散布的不是很多 因为大部分都被 浮瓶吃掉了 游离的蛋 我觉得应该都被浮瓶吃掉了 因为浮瓶长得非常的快 那这时候的状况呢 是它就会大量吸收水中的游离的 像NH4症啊 或者是NO3-这个游离的蛋 所以 藻类其实长不太起来 好 感谢收看我们今天所看的就是 我们先大概聊就是利罗 大概能活多久 我觉得大概是活在两个月到四年 我有看过人家养到四年了 它大部分都两三个月为主 如果是 像我这个已经活到四个月了 那还有其他三颗还在那边晃来晃去 那希望可以活到一两年为 为最好的状况 好感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啰 拜拜